2024年8月13日 克里昂 直觉是最大的力量 传导V Carol 译者扬声传导 问候 亲爱的医们 我是磁力服务的克里昂 这是个多么好的话题啊 这个月所有的传导 我们都将讨论宇宙连结 当你们来到这个星球上时 真正来自上帝 来自灵性 来自那个创造源头 如果你们想这样 称呼他的东西是什么 直觉来自上帝的想法 是个好主意 因为有很多人这么认为 他们也许在最后一刻 被他们的直觉想法拯救了 亲爱的医们 这是一个复杂的答案 直觉是来自神的吗 这只是问题之一 它是如何运作的呢 每个人都有吗 难道只有少数人拥有吗 它从哪里发出呢 它是来自上帝 还是人类固有的属性呢 每个人都有吗 所有这些问题的答案都很复杂 让我们从头开始 我希望这个特殊的频道 能让你们对一些不仅可以解释 而且开始在人类中 得到增强的东西感兴趣 现在这应该会让你们感兴趣 因为它开始回答 这个问题 它来自上帝吗 直觉是所有人类都拥有的东西 答案是 是来自上帝吗 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让我们探讨直觉的症结所在 因为你们已经在每个人都见过 每个人都知道的基本层面上体验过它 并且让我们看看它是否有共通性 这种共性开始为实际发生的事情提供可能性 你们很多人都熟悉母亲和婴儿 妈妈们都知道这一点 母亲和婴儿之间发生的一种联系 这种特殊的联系 使母亲能够感觉到婴儿是否遇到麻烦 无论婴儿在哪里 在隔壁房间或在下一个城镇 母亲都能知道 科学表明 这是由于母亲和孩子之间的某种融合 某种 灸 产所制 背后的科学 它们有一些共同点 立腺体DNA 它们是相连的 它们确实如此 因为那是相同的DNA 也许有些事情你们应该知道 DNA有可能是直觉所在的答案吗 另一位甚至更认同这个想法 你们会有两个同卵双胞胎 不知何故 即使它们相隔两个世界 它们也会同时感受到同样的问题 它们立刻就知道了一些事情 它们有什么共同点呢 答案还是DNA 所以你们的想法是 这两个实例 它们创造了相同的DNA 所以这是非常可以解释的 但是其他人类呢 当你们拥有与任何事物无关的DNA 但你们仍然有直觉 现在事情变得更加复杂了 我将向你们提供一个前提 这是我要求我的搭档和他的搭档创建的本课程中教授的前提 我将向你们介绍一些没人预料到的事情 你们的身体内建了一个天线阵列 其中有数万亿个天线 它们可以一起做一件事 它们可以一起做的一件值得注意的事情是它们可以感知常 让我们再次描述这个领域 这个特定的主题 即使有关于它的书籍 也是一个始终为绕着你们所有人的意识领域 意识就是能量 亲爱的姨们 因此这种能量是可以感知的 如果你们有感测器 你们就能感觉到周围的能量 你们的DNA是感测器 事实上你们可以从你们拥有的这个巨大的DNA受体阵列中 拾取现场的东西 科学对阵列有什么发现 无论它们是多个处理器 还是感知宇宙中某些事物的多个天线 它们发现 如果你们有一个阵列 可以将其组合在一起作为一个来源 最终你们会比一件物品获得更多的东西 所以一兆各天线比一个更好 当你们四处走动时 你们就会拥有它 我要告诉你们的是 人类生来就是为了从现场感知周遭的事物而生的 这是你们的DNA里的 那是感测器 现在这就是我想告诉你们的消息 每个人都有这样的经验 或许你们差点遭遇事故的那一次怎么样 有东西告诉你们放慢速度 停下来 或者在红绿灯前不要移动或其他东西 然后你们后来意识到你们只错过了遗传事故 只差了一瞬间 或者几分之一秒左右 然后有东西说 停下来 有声音说 现在不行 让我问你们 你们认为那是你们角落的天使告诉你们的 还是有别的什么 我会告诉你们 它是内建的 还有别的事情 这是一种直觉 透过这些天线感知眼前的事物 这就是生存直觉 所有人类都有这个 如果你们与自己有一点点协调 你们就可以期待那个直觉 是从神来的吗 亲爱的医们 我要告诉你们一件事 还没有 并不真的 这是人类的包装 是你们所适合能感觉到的一切的一部分 现在让我们更具体一些 假设你们的DNA感应 感应常就像一辆车 假设每个人都有那辆车 你们在人生的道路上行驶 但你们在浓雾中航时 你们可能会说 你们正在感觉自己的方式 因此你们正在发现在哪条街道上左转 在哪条街道上右转 而这一切都来自于感应常 你们知道有一条路 你们知道有些事情正在发生 你们向左行驶 你们向右行驶 但偶尔出于生存本能 你们的车头灯会亮起 他们之前没开过雾气消散后 你们可以生动地看到一切 即将是来的卡车 即将发生的事故 你们需要立即明显地做的事情 然后灯就灭了 那就是直觉 只要一两分钟 你们车上的灯打开 就在那一两分钟 你们看到了一些 可能挽救你们生命的东西 母亲和孩子 他们的灯一直亮着 他们与自己的DNA像连 这对双胞胎 他们之间的灯一直亮着 他们知道自己在想什么 这就是DNA 对你们来说 作为一个没有联系的人 你们仍然是 每个人都以这种方式 与现场相连 你们曾经对某件事 有过直觉吗 就是这样 你们可能会认为 这是另一种直觉 但你们正在感知这个领域 你们是否曾经走进一个 刚刚发生争吵的房间 但你们知道 有些事情有所不同 你们正在感受到争论的能量 那就是领域 每个人都有它 如果有一条快速通道 可以打开灯 这样你们就可以乘坐那辆车 并且灯在大部分时间都亮着 每次都能引导 你们到达正确的路径 或者在直打开灯的情况下 会怎样呢 当你们接近岔路口时 你们可能会期望灯会打开 然后你们对自己说 我不知道我要转向哪个方向 但这并不重要 当我需要的时候灯就会亮起来 它们确实这么做了 你们向左或向右转 是因为你们看到了正确的路径 这是从哪里来的 现在我们进入增强直觉的主题 它来自上帝 来自造物主 这就是你们正在学习的 掌握内容的一部分 你们想知道它来自哪里吗 我告诉你们 DNA就是天线 它总是与领域相关 但增强的直觉来自于一个非常神圣的地方 这就是我们已经告诉你们很多次的地方 你们可能会说 从你们的灵魂开始 你们开始觉醒到一个更大的真理 你们开始致力于你们和造物主之间的宇宙连结 你们开始接受疗愈 平安和你们意想不到的事情 并突然增强直觉 我要告诉你们它是从哪里来的 如果你们想知道 我们已经讨论过DNA 但身体中有一个器官实际上可以接受额外的东西 这些东西可以在你们需要的时候 让这些灯保持打开状态 所以你们实际上可以计划变得直观 计划在遇到生活问题时得到答案 这是松果体 你们以前可能听说过这个 当你们打开生活之灯时 松果体就会发育 你们可能会说 所有人类生来就有某种势力 但第二次势力是后来才出现的 这是透过练习来实现的 这是随着觉醒而来的 直觉也是如此 这很复杂但美妙之处在于 有些直觉来自上帝增强的那一盏 那一盏与你们的灵魂相连的那盏 那盏在你们需要时让那些灯保持打开的那盏 想象一下 亲爱的医们 有一天 无论你们在生活中坐实吗 你们都可以放松即将发生的事情 因为在你们驾驶的这辆灵星列车中 你们已经决定它是你们的 属于灵魂 当你们需要的时候灯就会亮起来 你们就知道该走哪条路 这是上帝在你们生命中的爱 你们越多研究宇宙联系 并深入研究正在为你们发生的掌握 你们就会变得越直观 我是克里昂 这则讯息是一则伟大的讯息 因为它开始为人类解决一些问题 并使他们对自己能做的事情更加平静 就是这样 克里昂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